第九十八章,尸怪寄开门到鬼胎,谢怜微微一愣,久远的记忆似萌尘的画面,微微拂去灰尘,但仍不清晰,他松开了手,拿起那一朵花,凝神不欲,花承也割了笔,在一旁缓缓研磨,道,怎么了?谢怜微笑道,莫什么?只是这种花,香气倾人心脾,我一直都很喜欢,在宫关中宫花,倒也不少谢。 只是,一般都会供大红大紫的大棚写花,或者永不凋谢的手扎假花。顿了顿,谢怜道,莫非写语探花,探得便是这种花。花承笑道,哥哥真真妙实如神。 笑遇见,二人中屋合力完成了一幅字,写得环士纳斯巨诗,花承拿起来欣赏片刻,似乎甚为满意,道,嗯,不错。表起来,听他乐不错,谢怜已经淹了一下。 再听到表起来,谢怜又淹了一下,道,你该不会是想挂到墙上吧?若是吉他适去的老师们,看到有谢怜深誉的一幅字长成这样,恐怕都要气得活活扎湿。 花承却笑道,不,我自己收住,谁也不及看。正在此时,二人突然听到外面阴影一阵号叫,失火了,失火了,集月房失火了。 千灯关那里安静至极,奈何二人无感皆超绝凡人,闻声迅速对视一眼,谢怜脱口道,又是集月房。 话已出口,才觉这个又有点滑稽,花承不慌不忙,收好了字,道,不必担心,哥哥坐这里,我去去就回。 谢怜怎么可能安心坐在这里,道,我跟你一起去。匆匆跟上,心中纳闷,怎么他每次来。 集月房都要失火一次,关神之名可又印证了。 虽然这次不关他的事,可简直都要习惯性歉就了。 二人赶回集月房,整一条大街上都浓烟滚滚。 小鬼小怪们吵吵嚷嚷地拼住水桶来回奔走灭火。 现到花承和谢怜来了,都道,城主,您老人家不用担心,火不大,已灵灭了。 花承无声表示,谢怜却松了一口气,闻声道,太好了,真是辛苦各位了。 小鬼们原本都莫指望过会得到感谢,更何况还是城主朋友的辛苦了。 一听遍月了,纷纷道,不辛苦,多大点是你,应该搭。 谢怜这才发现,他来月辛苦,似乎略为不妥,因为他并不是此间主人。 不过,既然花承本人莫月,他月以下应该也不会有坏处,便按道惭愧,在不在意。 二人进入集月房,看了看起火之处,果然只是烧了一小片地方,而且是个角落里不算起眼的小屋。 魔怪很快就被扑灭了。 然而,确定了这一点之后,谢怜却警惕了起来。 对花承道,纵火者既不是无知大胆道无作,去,也不是真的想烧掉什么。 更像是要转移注意力,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 但是,在这节骨眼上,会是想转移什么注意力呢? 猛然见,谢怜反应过来了,那胎灵。 之前他们从集月房出来的时候,走了许久,那胎灵魂一直在哭哭啼啼,哭声刺耳尖锐,还不时叫娘。 而现在,这声音却消失了。 他们又到集月店外的一间偏店去查看。 二人出来时,花承随手霸装住胎灵的桃冠放在一张案上,眼下桃冠还在。 但谢怜上去一拿起来,就觉得重量不对,太轻了。 再打开一看,果然,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。 那风口,被关在罐子里面滴东西,是不可能自己打开的。 谢怜立即道,胎灵被人放出来了。 花承却并无一丝乱色,道,是被人偷走了。 那东西在蝶阵里过了一道,眼下元气大伤,自己跑不远的。 谢怜道,那就好办。 三郎,你这集月房可有监视出入往来的护卫,看看能不能找到可疑的人。 花承却道,莫有。 谢怜眨了眨眼,道,莫有吗? 花承道,嗯,一向莫有。 挪怪他上次在集月房里,偷偷搞小动作,也是一个护卫都莫显道。 谢怜幻想过是不是因为埋伏的太深他莫发现,莫想到是当真莫有。 微微一愣,道,你对集月房这么放心吗? 花承道,哥哥,你注意过集月房里的门吗? 想了想,谢怜道,不曾注意过,莫非是有什么特殊之处。 花承道,不错。 他指了指这件拼店的门,道,如果不是此件主人,未尽允许,带走了原本在里面的人,或是部主屋自己的东西。 哪怕只有一件,就会无法打开门,被困在那件屋子里。 谢怜回忆上次来集月房,他当时似乎一直在用头字开道,而最后离开,则是讽失起了大风,掀开屋顶,这才避免了从门离开。 这都是一些绝未暴力的画面,越想谢怜越觉得不能想,微微害颜。 顿了顿,又问道,那假使三郎你从我这里抢走了一样法宝。 说到集月房,我作为法宝的原主人,也带不走他吗? 花承挑眉道,当然带不走。 到手了就是我的。 不过,哥哥不要冤枉我,我可不会抢你的法宝。 谢怜青还一声道,那是自然,我当然知道,所以我才越是假使嘛。 而且,我也莫有什么法宝可以让人抢的。 花承开玩笑点到位置,笑了笑,继续道,所以想从我这里偷东西而不被发现,是不可能的。 当然,也就不需要互卫。 谢怜第一个反应就是,偷走胎灵的人不是从门离开的,是用了别的方法。 但思想望望,这片殿的屋顶好好的,地面好好的,墙壁也好好的,根本莫有任何被破除的痕迹。 忍不住生出了一个更诡异的猜测。 挪到偷走胎灵的人,并莫有离开,还在这间片殿里。 虽然这间片殿里并无可藏匿之处,但上天入地,割中阴身的法门可不少。 也许那个人此刻就在他们附近,静静地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。 谢怜宁目望四周,流神是否有某处空气一场扭曲。 然而,无论是他的眼睛,还是他的直觉,都在告诉他,这里莫有第三个人或鬼了,恐怕他思路不对,恐怕要换一个方向想了。 这时,花城笑道,哥哥不必担忧,我自有办法把偷走胎灵的人找出来。 他竟是成竹在胸,谢连转向他,思索片刻,末地也是豁然开朗。 二人静待,过了一阵,嘈杂之声渐渐靠近,一大群妖魔鬼怪涌了过来。 乌泱泱聚在偏殿外,都道,城主,您老人家找我们是有什么吩咐啊? 这一众少月也有进签,若不是集月房连房子带院子都够大,恐怕根本塞不下。 带他们来的就是那面巨人,对花城道,城主,今天在这条街上出现过的,应该全都在这里了。 鬼市已已静锁了,谁都出不去,依旧是上次那年轻男子的声音,谢连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。 群鬼道,城主,是谁放的火您抓住墨有啊? 听月还偷了东西,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就是想再死一次。 真大胆子啊,又放火又偷东西的,赶在太岁头上冻土,城主能放过。 虽然秦鬼月的并不是他,但谢连身为一个上次在集月房又烧房子,又偷偷解人,又被花城放过了的人。 听着感觉中间无数,秦还一声,心中越发歉疚,偷看一眼花城,恰好撞上花城,也意味不明地丧了他一眼,目光赶紧逃开。 接下来,只听花城诞生道,偷走太岭的人自己站出来,别浪费我时间。 群鬼大惊,纷纷道,我们中间,我还以为是外来的,谁要赶快自己站出来吧。 伴上,轩然大波已去屋平息,却无人站出。 花城道,很好,果然勇敢,男左女右,分裂。 群鬼虽然奇怪,但不敢对花城的话为逆分毫,立即照他所约地去做。 刷刷地分成了两大堆,男鬼挤在左边,粗声粗气的,女鬼都在右边,几乎个个窈窕娇媚。 花城和谢连对视一眼,静止走到右边,在女鬼们中走马观花。 几乎一眼扫过十只。 说不之后,见过一个女鬼身前时,她足下微微一顿。 这女鬼身穿长裙,脸上擦住厚厚一层白粉。 白得吓人,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。 但这过分艳丽夸张的妆容,却略为眼熟,谢连道,蓝昌姑娘。 这女鬼一愣,彭扶她才陷了鬼一般。 果然,便是上次在鬼市街头纠缠谢连和朱屠夫当街对骂,还嘲笑她不举。 并枪支宣扬得鬼鬼皆知的女鬼蓝昌。 差一过后,她插起腰,昂头道,怎么? 你不觉可是你自己悦的,我又莫冤枉你。 奴不成环耀城主及我点颜色看看来报仇。 虽然四周女鬼女妖们都有些紧张,但听她这么悦,环是吱吱低笑了起来。 花城也走了过来,虽然看不出她什么表情,那女鬼蓝昌环是有点怕她的,姿势不敢太造词了。 谢连温声道,那样的玩笑话,姑娘爱怎么越也无事。 不过,那太灵害人无数,甚为血腥,不能放任,还事情先还来吧。 即便蓝昌涂住极厚的粉,也能看出来她的脸色刷得更白了。 她连连倒退,但她此时处在一群女鬼之中,莫倒退几步就被旁的女鬼们七手八脚抓住,杜绝了逃跑的可能。 只好叫道,我不知道你在怨什么,什么胎灵。 谢连道,请还来吧。 蓝昌道,我还什么,我莫有啊,你约我从城主屋子里偷了东西,可是大家都知道,不能从城主的屋子里拿东西的,拿了什么都出不去的。 群鬼都道是啊莫错都知道,朱屠夫也在让。 蓝昌又道,集月房失火也就是刚才一会你的事,我一直在这条街上根本莫离开,那如果我偷了东西,肯定还莫来得及藏起来吧。 边月边摊手,展示自己两手空空,还拉起裙子示意自己莫有藏东西。 谢连却道,姑娘,上次我谢你,寒讽瑟瑟中,你也穿得极少。 今日讽合日历,为何你却反而穿起了长裙?你是忽然想换件衣服,还使你想遮掩时吗?听她一提,群鬼才发现,平日里,蓝昌都是衣着暴露。 谢连月她穿得极少,已经是很客气的月法了。在大街上她几乎太胸露乳。 今天的她却穿住一条长裙,把腰腿全都遮得严严实实,果然奇怪。 而且之前花城带谢连逛鬼市,群鬼起哄送小菜时,也莫看到往日最爱在大街上骂街惹眼,积极宣传是她不拒不是我不行的蓝昌,微微骚动。 谢连缓缓地道,你是莫有拿走部主屋自己的的东西,你只是拿走了自己身上的一部分而已,那胎灵现在就在你腹中。 既然,偷走胎灵的人莫有用别的方法离开,也莫有留在拼殿里,那么,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。 这个人,是光明正大地从正门离开的。 如果这胎灵已经生出来了,那么,她就是一个孩子,一个独立的人。 但是,这胎灵是在卫足月时,就被抢行从母亲体内剖了出来,所以,如果她的母亲把她再塞回自己的肚子里去,那当然还是散她自己的东西。 不,应该月,那胎灵根本就是她身上的一块肉,是她的一个部分。 毕竟母子血浓污水,这种情况下,她们就是一体,那女鬼当然能安然无恙。 光明正大地及夜房的所有门走出去,所以,盗走胎灵的,一定是女鬼,就是这胎灵的生母。 迅速封锁鬼市,把失火前后出现在这条大街上的女鬼,都找来查一查,就一定能抓住。 想来,这些花城在镜片殿后的一瞬间就都响了。 突然,蓝昌大叫一声,猛地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。